文化審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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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們台南官的立委 黃偉哲 偉哲也在現場 來偉哲 我們一起共同主持 還有陳教華 陳老師 台南市環保聯盟 陳教華老師 老師 他說 等一下要在台下先 跟各位做報告 我特別跟大家介紹 我今天也邀請一個 我非常敬重的 在國際上在地質方面很有名 我們的李招星教授 他現在是在海洋大學 這次全國能源會議 他提供我補貴的資料 讓我們全國的這些關心領館 官員 教授 校長知道 這個 火人細嗆 在外海差不多30公里 這麼嚴重的地方 就是這個海底的火山 而且是外的火山 這都經過科學的調查 我跟大家介紹 今天環保署 蔡靈怡 這個 來來 不好意思 你現在頭陷是 記政 謝謝謝謝 還有我們中央地質調查所 來是不是站起來 因為來了五位是不是 謝謝謝謝 四位 謝謝謝謝 感謝感謝 還有我們財政部的國有財產局的台南分處 來 曾淑美 曾女士 謝謝謝謝 還有我們嘉南隆殿水理會 我們兩位 這個好先生和中先生 是嗎 對 感謝 歡迎 還有我們這個 謝趙輝教授 謝教授 也是中央大學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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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還有我們中興大學土木系的 壽課堅 壽教授 謝謝 謝謝 還有方簡 來 我們這個 綠基會的董事長 方簡 還有我們林聖聰 我們生態保育聯盟 召集的林聖聰 台灣地球憲章聯盟的理事長 顏美娟 生態關懷者協會的陳子美 前會長 來 韋哲 你坐過來 不好意思 好 來 我們現在就是 接著我們這個防範 防範這個掩埋場 污染污染投水庫的水源公聽話 我自己是台南小孩 我在台南出市 我的爸爸媽媽 我媽媽的媽媽可能有人聽過 他們是台南三胸 三胸那個人 最近 我跟我媽媽去檢查DNA 我們有西拉亞的血統 所以明天 後日 這個大遊行 明天在 5月2號 我也要參加遊行 跟我媽媽一起坐 我們這個三胸 這個大目光 大目光聲 所以今天 做一個在台南出市的台南小孩 對我們這個五三頭的水庫 是不是 去讓人這個五檢 我非常非常的關心 在這裡休息 我們先請陳家華老師 把他所知道 先說給大家了解 大家接下來 發表我們的意見 來是不是 需要把這個典會 那邊的典會 稍微給他 歡迎 還有我們零數分 我們零數分 零數分 我們台北館非常 打拼 坐下 站起來說 我們收分 謝謝 田委員 黃委員 那個林委員 還有各位 老師 先進大家 這就會朋友 大家找 感謝田委員 在 這個關心 烏山頭水庫 這個 永陽野脈 設置這個案子 多年來的關心 那也多次 帶我們到監察院 環保署 各地來 陳情 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那今天呢 那我們 在這裡 在召開公聽會 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我們發現 這個 吳山頭水庫 集水區旁邊 設置掩埋場 絕對是一個 這個 浩劫 那我先 以這個 六甲垃圾場 在各位手上的 這個資料 是環保團體 我們這幾年來 非常多的 這個義工 我們大家集體 努力 去收集證據 來呈現 在集水區 烏山頭水庫 集水區這邊 是非常珍貴的濕地 也是這個 生態敏感區 那更是這個 六甲斷層 出口斷層 北市根斷層 還有北市根斷層 西邊 還有一條中油公司 他們的報告裡面 也有一條斷層 那牛丹被寫 這個 前大譜向寫 還有我們地調所 很多報告裡面 也指出 這個地方是非常 有大地震 潛勢高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掩埋垃圾會怎樣 我們先以六甲垃圾場 在各位手上的報告 第一章裡面 我們提出在環保署 96年的這個檢測報告裡面 發現六甲垃圾場 這個兩個集水井 已經有污染的情形 那這個兩個集水井 井就在 就在這個 好這個 一號井 二號井 那這個場是比較小 當初可能沒有超過兩公頃 所以不用環評 在82年開始 掩埋垃圾之後 那96年環保署的報告 還有今年 今年這個環保局 去 去這個 採樣 那採樣的報告呢 發現 發現這兩次的這個檢測 都有共同點 就是 導電度 安淡 硬度 鐵猛 這都偏高 然後呢 今年在農曆過年後 南區都查總隊 也 經過我們的邀請 他們來協助採樣 在南側 南側這個地方不是專側井 他是 從那個 農林航照圖 是有這個出水的 滲出水的點 那這邊採樣的樣品 南區都查總隊 他也協助做這個檢驗分析 那從航照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有 藍色的水線 出水點 那採樣的點就在這裡 結果呢 發現 發現這三個值 發現一個共同點 就是 安淡 導電度 還有幾個這個 污染指標 都明顯偏高 那我們的背景值 是以經濟部水利署 所出版的 這個報告 我們用這個 白河 六甲 從西河東 總共11口 監測井的這個檢測值 這些相同的檢測值做背景值 結果發現呢 這十一口井 並沒有 並沒有 這些偏高的情形 也就是說這些污染的指標 並沒有偏高 所以呢 合理可以去推測 就是六甲垃圾場 設置十多年來 我們從這個滲出水 多年來都是烏黑的 那這個烏黑的滲出水呢 我們也請台大 地質系劉聰貴教授實驗室 幫我們檢測 他說在他的實驗室 測了台灣四百多個樣品 唯一測到這麼高的這個 趨點 穿 所以說這個 掩埋垃圾裡面 極可能有這個放射性的 這個廢棄物在裡面 也測到了這個高 高濃度的穿 在報告裡面也寫得很清楚 那這個六甲垃圾場 它的地理位置 還有它的整個環 整個這個地質 跟這個 我們關心的永陽案是類似的 也就是它距離六甲斷層非常的近 而且它也有地下水 在兩口測測景 它的地下水呢 也是一到兩公尺 就有地下水 所以這個地方呢 掩埋垃圾 絕對 這個極可能已經污染集水區 因為經過這個馬路 經過這個174號馬路 下面就是集水區 它是景名集水區的 那這個永陽案 我們今天要說這個永陽案 它也是在這個集水區旁 頂多這個200公尺的距離 那同樣經台大陳文山教授 也協助我們鑑定出 這邊有北市坑斷層通過 然後呢 這邊的這個地下水 我們也請中國地球物理學會 由謝昭輝教授 他今天也有出席 他幫我們做二維地墊組的報告 那也推測這個地表 下五公尺內就有地下水 那我們由這個 Spot4這個航照圖 我們發現在這個 不管是六甲垃圾廠 或者是永陽演埋廠 緊鄰這個集水區 這邊的水系 各位看到藍色的 藍色的這個 深藍色就是有水的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這邊 是非常多的水 而且有共同點之一 就是沿著六甲斷層的這個附近